校園本土疫情延燒 確診學生單日新增8700例 累計染疫學生數已經逼近10萬 全國22縣市全校或部分停課 總數達到2133校 其中國小以下超過5成2 但目前教育部只放寬大學 遠距教學到期末 確診人數最多的小學 卻沒有比較辦理 不斷停課 復課 家長苦不堪言 教團建議會考後 乾脆停課2到4週 5月23號起就調整為遠距教學 教學組長他第一件事情 每天就是先PO出一張圖 哪些是線上教學 哪些是實體渾成的一個教學 教育部這邊乾脆就是會考完之後 就停到最後一次的一個斷考 不會提出來的部分是指全國 各校因為疫情的需求而因地質疑 因校質疑 會比較投誤實 校園確診數持續增加 立法院法治局也建議高中以下學校 可以停課到5月底或期末 家長團體公佈北北基桃竹調查 將近八成有家長支持統一停課 簽立法動全身你知道 第一個小學生要請假 其實學生你要在家裡要線上上課什麼 有很多困難 所以這也要家長照顧你 所以這也不是政府常常都隨便講 如果疫情真的太嚴重了 那當然要毫不猶豫就停掉 疫情還在我們醫療量能可以忍受的範圍內 你知道嗎 所以做什麼事情想好再做 小學跟高中我們還在觀察看要怎麼處理 能夠監禁學習 再加上能夠給他基本照顧 這想要學校讓他評估 疫情衝擊不止學生課表 一次數變家長頒表跟著法夾彎 同樣省心俱疲 TVS新聞吳奎言林佳慧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TV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